本期的舞眉想要为一支镜头吹整整一期的彩虹屁 拿到这支镜头已经将近一年了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里 我带着它去了不少地方 用它来拍山拍海拍花拍草 为好久不见的家人拍摄的全家福 现在夏天就要过去 我想是时候来聊一聊这支镜头 那么它就是冰德77毫米F1.8 冰德77毫米F1.8发布于1999年 这一年冰德公司成立80周年 而距离它发布第一部全幅数码相机 则还需要17年 一个听上去相对尴尬的年份 但就是在这些年间 冰德先后发布了43毫米 77毫米 以及31毫米 这三支焦断诡异的镜头 在坊间被称为三公主 不知道这样的称呼 是不是有一些直男癌的意味 那么说回镜头 这支镜头光学设计为7片6组 光圈可以从F1.8到F22之间 每半档进行调节 镜头的最近对焦距离为0.7米 可以看到在最近对焦的时候 镜身会少量伸出 同时镜头自带金属遮光罩 可以非常方便地拉出 在完全伸展的时候 大头小脖子看上去有一些可爱的样子 关于镜身的设计 我想有以下两点值得一提 第一点是纸绒 可以看到镜头盖的背部 有看上去非常高级的绿色纸绒 但是在实际使用过程中 非常容易沾上灰尘 同样镜头的遮光罩内部 也有黑色纸绒 同样容易沾上灰尘 以上这两点强迫震患者 可是要注意了 关于镜身设计第二点值得一提的地方 是黑色的镜身 据反映在使用过程中有掉漆的可能性 可以看到我手上的这一支镜头 在购入的时候已经是二手 经过了不到一年的使用 橙色似乎还是不错的 说完镜身设计 接下来来谈玄学 这支镜头发色清淡 成像细腻 可以说非常对我的胃口 如果我之前没有提过的话 我使用的相机一直是索尼A73 A73的中长焦选择 当时大概有以下几个选项 如果为了轻便 我想我可能会选择 来卡90毫米苏micron 那如果是为了省钱 那我想我可能会选择 索尼85 1.8 在购入这支镜头之前 我也短暂的试用了索尼85 1.4 1.4的大光圈配合85毫米的焦段 可以非常有效地分离被射体和背景 但是在回看的时候 发现85毫米的视角 对于我的视觉经验来说 似乎是有一些窄了 那么77毫米这样诡异的焦段 它拍摄出来的画面 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我想它不像35或是50毫米 这样的标准镜头 可以非常有效地带来临场感 当然它也不像真正的100毫米 135毫米这样的长焦 通过压缩景深来表现出 人眼视觉经验之外的画面 对我来说 77毫米在回看的时候 它可以在观察者和画面之间 有效地拉出一段舒适的距离 那这样的距离 我想不论是对于观察也好 对于反省也好 对于回忆也好 都是恰如其分的吧 关于这支镜头想讲的 可能就是这么多 接下来会按照惯离服上张照片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